大家好,我是二斗 今天介绍一部不死之躯 保护小萝莉的漫改电影 《无限之助人》 故事发生于日本的江户时代 我叫万次 是一个放过案的剑客 这天,估摸着来了一百多号 拿赏金的地痞流氓来捉拉我 要抓就抓 可你们把我的妹妹给杀了 我是个中毒魅控患者 这下我肯定是不能忍的 内心的悲痛化作成怒气 直接一个无双乱舞 把现场的人都给绊了 我也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此时一个自称八百比丘尼的神秘人出现了 解释一下 我们日本人取名字喜欢用数字 你看我就叫一万次的万次 他叫八百 还有那啥什么三本五十六之类的 好记 这个八百啥啥啥的 二话不说就往我的身体里塞了一只据说是很厉害的小宠虫 它可以治愈伤痕达到永生的作用 如此一来我竟然没有死 但是人生最悲惨的事情就是 人活着没钱可花 时间一晃已经是五十年后 小萌卖家里突然闯入了一群一刀流的人 目的就是消灭所有江湖门派 让一刀流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这学的啥呀 必先简谱吧 这个一刀流估计就是自攻一刀 所以才叫这个名字的吧 我估计 不过这个叫做天津九影的掌门 瘸斯厉害 一刀就杀死了小萌妹的父亲 估计他户口在天津 所以才叫这个名字的吧 面对父母被杀 小萌妹苦心修炼 可一米四的个头还是算了吧 经过八百比丘尼的指引 小萌妹终于找到了隐居山林的我 但是我正在劈柴 晚饭想弄一点烧烤 吃一吃 小萌妹请求我帮她复仇 但是身上一分钱都冒得 只会卖萌 我一边啃着前几天的探考机制 一边告诉她 我不是谁都杀的 我只选择杀恶人 看着妹子萌萌大的眼睛 反正我也正好要完成 杀一千个恶人的誓言 干脆就答应了 是吧 再不答应你们都要说我有点租 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一刀流的标本王 这个家伙简直就是个死变态 把喜欢的女人杀死 做成标本挂在肩膀上 我一个月前吃的鸡翅膀都快吐出来了 还好这家伙比较专情 也就喜欢两个 要是再多喜欢几个 那身上估计跟把火瓜一样 我两下就杀死了这个变态的货 抱着小萌妹母亲的仇 另一边 一刀流的势力也越来越大了 朝廷也想招安 标本王至少是这个一刀流里面排名前十的人 他一死必然惊动一刀流 这天又一个一刀流的高手 截住了我的去路 小伙子 你每天出门是要喷不少发焦吧 还没对我问他发焦的事情 这小子上来就我身上就是一刀 卡王还解释战术的名称 哪里 我是多久没出山了 现在配角都自带出场字幕了 但是跟上一个死变态一样 他们都不知道我根本就死不了 还是被我给打败了 但是我并没有杀他 他只是喜欢用发焦并不是坏人 我对沙马特还是有一定包容心的 我跟你说 然而这也埋下了隐患 发焦哥一回去就告诉了他们 我不死之身的消息 这天我继续赶路 却突然来了个头上套着竹篓的和尚 这不是我家里以前放鸡蛋的那种篓子吗 你当时是想干啥呀 你这样我会消场的你知道吗 此人还想拉拢我 一句不合就干起来的 然而这个家伙竟然也是不死之身 他厌倦了城市的一切 在跟我大善了几百回合之后 选择故意被我杀死 一脸满足的离开了 你是咋的 鸡蛋吃完的不想活了是不是 你要死就死远一点 别害我 我是不会死 但是我很怕痛 之后又杀死了几个一刀柳的高手 那个长辈人天津 总算是坐不住了 派高手妹子来杀我 这个妹子我真的有点打不过 绝对不是因为他白大腿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发誓 就在我即将被杀的关键时刻 小萌妹说的话感动了大白腿 再加上大白腿自己的某种原因 就没杀我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是个直男 女人的心思也不好猜 是不是 昨天遇到了浪克三人组 他们也跟一刀柳有仇 小时候奶奶告诉我 丘吉尔说的好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们干脆合作 但是铁柱也不是什么好鸟 看到女人就想枪趴 我毕竟是主角人设 跟他们在一起 显然拉低了我的档次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他们三个人都是朝廷的人 目的也是暗地里铲除一刀柳 这个武林第一大帮 另一边朝廷又故意设计 一刀柳的帮主天津 到武林的另一个比较大的门派去 让两派相杀 再坐收余务之力 果然天津就被朝廷的人 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我过来当然是要保护小萌妹的了 现场又打了起来 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好人 才保护小萌妹的 其实不是 主要是看不惯这些人的发型 七刷刷的地中海 你说你们要是地中海 就直接地中海 非要在地中海中间 加个稀稀里倒 你搞什么 这样很不严肃 你知道吗 对方人数众多 本来是打不过的 大白腿竟然出来 帮天津的小子了 看来他们之间有什么奸情 他们谁追谁的呢 算了 没时间想 我得先开无双 此时铁柱又出现了 抢走了向武美 我赶紧追过去 一来二去的把他打落到了悬崖 另一边 大白腿为了救天津 就被打死了 朝廷剩下的人也被杀光光了 现在就剩我们俩之间的战斗了 中间我也就不多说了 结局还有悬炼吗 当然有了 我本来是想给这个小萌妹 首刃仇人的机会的 结果她一时犹犹豫豫的 把他给放了 人没走多远 妹子又反悔了 结果想从背后突袭 天津那种高手 没办法 我只能顶上去挡住反击 小萌妹你是天秤座吧 到底能不能好好的做决定呢 不要犹犹豫豫的好不好啊 看来这次我是真的要死了 你们肯定要问了 明明不死之身 怎么就死了呢 这是连载漫画改编的电影 删掉了很多情节 不要问那么多为什么 根本就没有为什么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想看看 日本古代版莎茨比尔 那么这个片子还是值得看看第一 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 订阅我的微信公众号 饿得归来的 热门冷门电影的点评 第一时间收到 偶尔还有小福利 快来找我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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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